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列王纪上十六章 一至四节 八至十三节 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护 向巴萨王传达从上主而来的信息 我从陈土中提拔你 让你作我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 但你却仿照耶罗波安邪恶的行为 使我的子民以色列犯罪 也我发怒 因此我现在要消灭你和你家 就像我消灭尼伯的儿子 耶罗波安的子孙一样 巴萨家的人死在城里 就要被狗吃掉 死在野外 就要被托鹰夺食 阿撒王在犹大执政第26年 巴萨的儿子以拉 开始统治以色列 他在德萨城执政两年 那时候 指挥半数皇室战车的心理 谋惑杀死以拉 一天在德萨 以拉在宫廷主管阿杂的家中喝醉了 心理进去击倒他 把他杀死 这事发生在阿撒王统治猶大帝27年 于是心理散位为皇 心理随即把巴萨的整个皇室斩尽杀绝 没有留下一个南丁 连巴萨的远亲和朋友都除灭了 于是心理消灭了巴萨皇朝 就像上主通过先知耶护所说的一样 这事发生 是因为巴萨和他儿子以拉犯的罪 以及他们使以色列犯下的罪 他们以无用的偶像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若上帝不许可 耶护对巴萨的责备 可以说是一语重的 在人看来 巴萨是成功夺权的国军 但是上帝却明明地说 是他让巴萨作以色列的统治者 不单止这样 当巴萨做恶事 使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 上帝也要消灭巴萨的家 表面看来 谁有本事 谁就可以居高位 不过 除了个人的因素 上帝其实也会主动介入 如果上帝不许可 我们又怎样可能有工作的机会呢 如果不是上帝的赐予 我们也不可能有财干和能力 这个觉醒 是让我们不至于 被成功冲分头脑的要权 无论我们多么成功 都要记得 上帝虽然容让我们 爬到成功的位置 但是如果我们不遵行他的道 上帝也可以将我们 从高位上拉下来 有不少成功人士 就是以为可以 只手遮天 不断作恶 最终身败名列 如果我们谨记上帝 想善佛恶 成功就不会使我们走迷路 我们的工作 上帝会介入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